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货有一天会变成网游 去年的时候上古卷轴的新作 天际神买房旅行 还让很多玩家沉迷其中 那些风啸消息 溢水寒 那些田间小鹿野花香 当然还有那句二手能详的 膝盖中了一件 直到Basista正式公布了 系列改编的网络游戏 上古卷轴Online 我开始还以为是谁在微博上造谣呢 游戏确定会在2013年发售登陆 PC和Mac 由于上古卷轴已经将 整个世界打造的无比真实 那么在加入玩家互动的网游 将会是一款以规模和社会方面 主称的世界探索性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游戏中将有三个可选阵营 狮子 龙和鸟 但会有多少个种族 以及有什么样的职业 目前还是未知数 Sega正式宣布将会推出一款名为 世嘉与索尼克全明星赛车的竞速游戏 黄洒网多调鱼将在PSP 3DS PS3 Xbox 360和PC平台上发售 力求全年龄全人类都能享受到这款赛车游戏的乐趣 四位赛车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官方每次一推出新作都信金十足 深信世嘉这个精典角色能够大卖 在本作当中玩家可以体验 索尼克与Sega全明星的赛车比赛 游戏将会搭载一个公平武器系统 让玩家可以防御或躲开对手的攻击 被换海陆空三系的变形赛车 让赛车更加丰富了 游戏预定会收入多种赛道 PSV版应该会追加触屏的相关操作 由Milestone制作Blackbeam Games发行的竞速新作 SPK世代对应PS3、XBOX、360和PC平台 预定2012年5月发售 本作包含超级摩托车大奖赛 最新赛季的所有级别车手和赛道 场上的目标是将其打造为 完全接近于官方赛事体验的 终极摩托车竞速游戏 电锯棒棒糖对应PS3和XBOX、360平台 将发售限量版 PS3和XBOX、360版本的限量版封面将不同 赠送特点也不同 限量版与普通版售价均为7980日元 每版预定2012年6月19日发售 本作PS3和XBOX、360不仅限量版封面特点不同以外 女主角的身优也将不同 PS3版的女主角身优为日理阳子 XBOX、360版的则为喜多寸英里 不过当满足特定条件之后可以自由转换哟 在海外玩家中有很多希望乐高 能够推出塞尔达系列的呼声 由于乐高采用的是接受用户的提案的制度 而只要某一提案有1万人规模的支持的话 就会将其乐高化 虽然目前开始与任天堂进行交涉了以下的图案呢 我也可能会在完成品中使用的部分 虽然目前仍然不知道能否实际商品化 但条件已经达成 所以说塞尔达系列乐高化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另外图片上的为粉丝做出的提案图片哦 由Imagic Porch负责开发的PSP新作灵魂触动 是一部描写可以以魂之力引发奇迹 并被称为光之明的人们 向暴虐的支配者神奇教会 奋起反抗故事的角色扮演游戏 那么今天官方确定了本作的发售日期 为2012年8月30日 那么更多的详细内容 请移步到多玩TV游戏频道翻阅哦 如果没有游戏和动画的话呢 我在错什么 路人的酱油军就说这根本不可能 游戏和动画是我灵魂神圣 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硬盘是存储我灵魂的第二个躯体 如果没有游戏和动画 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 我根本就不会存在 硬盘是存储灵魂的第二个躯体 这种说法好新奇哦 一般情况下呢 硬盘都是来装得意双心的老师们 演绎人生摆摊 体会爱情浓稠的不是吗 坏小孩两岁半 如果说可以呢 我愿意一直停留在二次元的世界里 那里有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多好呀 那里的挚爱和憎恨是那样的分明 我们再也不用游荡在情绪的灰色地带 多好呀 就像有人说的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深离死别 而是你在二次元 我在三次元里 不 我觉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明明就是我犯任天堂 你却偏偏是个任黑啊 嗯好吧 我昨天嘴快把神奇蜘蛛侠 说产的神奇蝙蝠侠 阵营整个都乱了 好我口误又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优酷的这位叫彭哥的朋友 他说很期待黑骑士的绝情 听说2013年DC会出英雄联盟 我就无耻的五十步笑百步吧 DC的是真一联盟 英雄联盟是鲁阿鲁吧 不过有照一日 说不定英雄联盟真的能出电影呢 到时候大伙儿在演员高喊着德马西亚 一点非常壮烈哟 芝犬子さん 芝犬子さん 尻尾がくるくる 可愛いな だけど走るのは苦手 芝犬子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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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尾を振り振り可愛いな だけど寒いのは苦手 芝犬子さん 芝犬子 私 石橋茶子は 普通の朝に普通の制服を着て 普通の学校に通う 極極普通の中学2年生です おはよう おはよう おはよう茶子さん そして 国語の教科書忘れてきちゃった 隣の席の同級生も ごめん柴犬子さん教科書見せて いいわよ ごくごく普通の犬っぽい中学2年生です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聞いてよ なにナポリン 今朝テレビでやってた占い見た? 今日の私のラッキーアイテム 犬だったんだよ 学校の中じゃ犬と仲良くできないよ 簡単な気がする すごく